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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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Moto7的長兵 大家上次還記得我們有來Denis騎進鏈 來訂做站長的皮衣 那今天呢 經過我們後來回家 在我們秘密基地裡面做 很精心的設計 把Moto7的logo或是我們的特色 加到這皮衣上之後呢 又等了幾個月總算 今天Customeworks的皮衣總算來了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 我們Denis的專員 陪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新皮衣 到底有什麼特色 那怎麼樣來幫我們開箱吧 OK 我們先從外面開 這個是我們定制服務所 皮衣才會有的 專屬的皮衣套 也就是說平常呢如果說我們 買Denis的皮衣它是沒有這樣的皮衣套 那專屬的定制服務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皮衣套 這個部分 然後呢我們現在把它開來 哇這就是跟我們在電腦上設計的 現在總算看到成品了 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當然第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說呢 這個是根據你們精心設計 而且基本上的外觀 都是跟依據你們的設計圖 基本一分不差的呈現出來 再來呢我們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 可以看到它這裡面有個專屬的一個標籤 有我的名字在上面耶 有這個訂做人的一個客人的名字 而且是上面會寫的就是專屬幫你製作的一個標籤 手工而且是帶有care 就是還有passion 熱情在裡面的 對 所以呢這個基本上呢 整個的這個服務呢 是我們是等於是 我們Denis是最高端的一個 現階段最高端的一個服務 而且也是給我們最高端的一個客戶所提供的 那現在就請看站長來直接幫我們試穿一下 然後看它的感覺是如何 好啊 那我就趕快來試穿一下吧 好 好 好現在我們看到站長已經穿出來它的戰袍的一個最新 的一個呈現在這裡 那跟大家介紹幾個小小的重點就是這樣 原來以站長的身材的話 它可能是要穿50到48之間 但是呢如果48穿的話 它可能會稍微會 對它來講可能因為身高比較高的關係 它可能會感覺沒有辦法伸直身體 那另外如果穿50的話 它可能這個腰間的部位 它可能會比較寬鬆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整個結果出來 站長整個這個衣服是非常合身的 第一個它這個腰身這邊是沒有任何脆皮的部分 然後呢再來呢它整個穿著起來的 我剛剛有跟大家問了一下 它的整個穿著的舒適感還是都不錯 至少整個人不會感覺非常的一個 就是非常緊繃的感覺 另外呢基本上我們這個手的部位 也考慮到它未來 需要弄手套的那個 不管是用長手套 或者是短手套 它這邊我們都有幫它 預留了一個非常適合的長度 能讓它選擇兩樣手套的來穿戴 還有這一次我們幫它特別找的是 設計是以穿搭內靴為主的設計 所以整個設計來看起來非常的一體型 也非常的適合它的完美的身材 那另外最重要當然就要看到 我們MOTO7的這個整個的logo 還有整個配色都是完全依照 MOTO7的設計來製作的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完美的作品 那這一次呢我們定做的DANIS P 那我覺得定做來說呢 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完全依照你的身型來做量身的調整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穿上去以後 基本上整個貼幅度啊或是說 整個一般我們如果說買公版的皮衣的話 還容易在腰部這邊啊 或是你會哪邊會覺得特別緊 或是哪邊會覺得特別鬆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整個定制的皮衣裡面 是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再來第二個呢就是 你可以針對你想要的 整個外型的一個整個graphic 顏色的設計來自己來做搭配 你可以在整個DANIS的系統裡面呢 自己去選說你想要這邊是紅色啊 或是銀色有非常多顏色可以選擇 而且你可以自己設計一些漸層 按照整個皮衣的設計 例如說我們這一次呢 有搭配亮銀色暗銀色跟黑色 整個就可以呈現出很棒的一個層次感 那包含這些滑塊的部分啊 你也可以都選擇自己的顏色 那再來呢今天的話我覺得整個試穿的感覺 整個貼幅度非常的好 那最後呢當然還是很期待 要實際上路來測試我們這一套新的皮衣 那大家呢就繼續鎖定Moto7試車頻道 站長會在下一次的測試呢 來跟大家分享四川西皮衣的心得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